Pika RyuTV 哈囉 在看Youtube的東西 你好我是Ryu 我是Yuma 你又要多長 久違了Yuma的登場 還有這個法國是上次我帶東京跟Yuma買的 對 上次說的Yuma馬上會帶給大家看 結果呢一直都沒有帶 終於今天帶了 好今天是久違的 日文常用繪畫短句系列 Yuma今天我們要教的日文是什麼 Hora Hora Hora呢就是我們中文講的 你看看吧的意思 雖然它是可以這麼翻 但是呢其實這個Hora是日文的感嘆詞 好很簡單大家已經知道意思了 你看看吧 那實際上我們的日文繪畫 我們要怎麼使用呢 今天我就跟這位皮卡丘 演了這個三個小劇場 供大家參考 好請看 Pika 啊 股魔改革 那我不熟透毀 也沒有 我可以,你為什麼不飲 很好 這個Horror就是比較一般的講法 看吧 我都跟你講了 Horror加だから的話 語氣就會變得比較強一點 就是很強是在責怪的對方 你看你就不聽我的意見 好我們看下一個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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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中文可以把它翻成你看看吧的意思 但是剛跟大家講了 ほら 它也是感嘆詞嘛 所以有時候這個ほら的話 呃... 怎麼樣? 幹嘛? Sheki! 對 就是這個ほら有時候呢 就單單只是ほら的話有點不夠 所以呢我們也會加上這個見て ほら見て 好 那我們看下一個小劇場 嗯? 嗯? 小 小 小小小小小小... 小劇場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小小小... 小小小 後面還有拉長 小小小... 那麼久了 ほら捏 那這個小劇情呢 出現兩個ほら 第一個ほら呢 單純就是感嘆詞 就是我們中文講的 好,那第二個是什麼 ホラネ 嗯,這個ホラネ就是 看吧 那加上這個ネ的話呢 口語會比較接近日本人 那男生的話呢 要注意,也不是說沒有聽過 日本男生使用啦,就是說 好像會有一點點娘 最後要提醒大家 是比較口語的一句日文 所以不要對長輩使用 對對對 就是不能當禁語使用 好,那希望這一集的小劇場 跟我們的解釋呢,可以幫助大家 理解到這個日文的 採用短句ホラ的用法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很簡單 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那到最後呢,Yuma 有一句話要跟大家講 謝謝大家 給我的 生日快樂 祝福,我們兩個呢都已經老了一歲 對 我呢是今年二十五歲 Yuma的是二十四歲 不是,十六歲 十六歲才十六歲 我是永遠的十六歲 騙人 好,那 就到這裡咯,我們明天再見 那最後 好 好,這要不是我變皮卡丘嗎 有沒有這麼帥的皮卡丘呢 我頭一點大,戴不近了,你看 要來的喔 好啦,前面看歩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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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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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bled 謝謝